大家好,我是公子爱地理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欧洲的小国 斯马利洛 最近斯马利洛上了热点 因为新冠肺炎 它的确诊比例 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 该国确诊人数是80人 有人会问才80人确诊 为什么成了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呢 因为斯马利洛的总人口只有33000人 所以感染人数 大约占0.26% 居世界之最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 这个小国家 斯马利洛 位于亚平林半岛的东部 被意大利所环绕 因此属于典型的国中国 在欧洲仅次于梵蒂冈和莫拉哥 是欧洲第三小国 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出 它东部距离亚德里亚海 有一定的距离大约是23公里 斯马利洛就是这个黄色围起来的部分 国土面积只有61.2平方公里 人口33000人 他们的官方语言是意大利语 斯马利洛的最高处位于地塔洛山海拔大约是738米 是这个国家的最高处 站在这个山顶可以俯视整个国家 斯马利洛这个国家没有铁路机场港口 所以不通飞机和火车 全民享受公费医疗 全国有医所医院 三个医疗中心 17个诊疗所 6个药房 它是世界上非常发达的国家之一 富裕程度跟丹麦差不多 人均GDP是45000美元 几乎没有农业和工业 生活用品主要从意大利进口 银行业和旅游业是它的经济支柱 当然最近这些年依靠卖邮票也赚了不少的钱 斯马利洛古堡教堂房屋错落有致 整个国家非常的干净 街道充满了欧洲的中世纪风情 每年吸引了世界各国200多万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当然最好的观光地点就是著名的三顶餐厅 或者在悬崖峭壁之上 在这里吃饭或者喝咖啡 可以让人忘记食物本身的味道 因为注意力全放在周围的风景上了 这个国家的最高处位于蒂塔洛山 下面我们放大视线来看一看 著名的圣马利洛大教堂就位于这座山顶上 我们可以看出它的街道非常错落有致 圣马利洛的治安好到令人怀疑人生 路不时宜 商家往往会把钥匙挂在门上 然后本人就回家了 据说这样的话呢 是为了帮助那些可能需要帮助的人们 比如说你的钱包丢了 没有钱的话可以自己打开门 进商铺拿点东西吃 在司马利洛人看来的话 这其实是无所谓的 好 这房屋非常的美丽 好 这边是悬崖 好了 我对司马利多的介绍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对我的视频感兴趣的话 可以关注我 我是公子爱地理 好的 谢谢大家